哇 真的好像我在现场一样 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R1VR姐夫 国汉版Apple Fission Pro 终于来了 而且终于可以用上中文系统啦 Fission Pro 的一系列更新 放在WWDC 24 主题演讲里的第一部分 能看出果子哥对他的重视 不至于像Metaclast Pro那样 成为版本棋子 这是WWDC 24 苹果开发者大会 里面上是介绍包括 Fission Pro在类各个苹果设备的系统更新 还有面上开发者的新API与框架 但实际上风头都被占了 发布会另一般蝙蝠的AI代替了 他们的AI真的叫Apple Intelligence吗 真的 又重新定义AI了吧 在全球科技形势和2024年 大家对科技公司的期待 都聚焦在AI的大背景下 苹果讲AI可以说是 睡词单道 不过有趣的是 果子哥在演讲的后半端 才正式谈到AI 前面一个小时 甚至都没有提起一个字 今天这期视频 我会跟你快速回顾 我觉得有趣的 WWDC 24 发布会内容 然后重点看一下 Fission OS 2 除了更新的中文系统外 还有些什么 Fission Pro上关更新 发布会里 是没有提到的 以及国汉版Fission Pro 到底值不值得买 那我废话不多说了 正式开始吧 iOS 18和iPadOS 18的更新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多可自定义功能 例如桌面图标可以自由排列 甚至统一改变颜色主题 控制中心变简洁了也能自定义图标大小 所有应用都支持上锁和隐藏 锁屏的手电筒和相机可以换成其他的功能 以及终于在iPadOS 18里 增加了计算机 可以用最基本的算术功能外 也可以对手手方程式的识别和计算 极大提升了iPad 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实用性 是学生党的一大利器 而MacOS Sequoia 则通过引入自动排列对齐倉口 Safari浏览器 增加Highlights总结功能等等 进一步提高了Mac用户的工作效率 最让我惊喜的是 iPhone镜像功能的加入 可以无缝在Mac上查看和操作 iPhone屏幕内容 无论是锁屏还是待机状态下都可以操作 正正实现跨设备无缝协作 WatchOS 11和TVOS 18 都有一系列的更新 不过我用的比较小 就不在这里讲开讲啊 直接进入正题讲FisionOS吧 Fision Pro虽然只推出了4个月 但是已经算不推出FisionOS 2 尽管有不少新功能发布 一些零散但亮眼的功能 没有在发布会上提及 也是WWDC的传统了 我第一时间下载了FisionOS 2 Beta版本试玩新功能 用上来几天 还是觉得这次升级 不太值得加2.0 反而更像是1.5版本 不过这次升级 确实可以让我在娱乐以外 花更多时间使用Fision Pro 原因后面再细讲 首先是新的手势引入 只要看着讲信 就可以在服口对处位置 出现一个圆形按钮 内衣上拇指跟食指 就可以打开主画面 反转手掌 就可以调出时间和电量信息 双指护点打开控制中心 强烈柱还可以单独调整音量 相比起1.0时候 需要反白眼才能调出控制中心 新的手势会更人性化 而且更容易调出各种常用功能 就是要点时间去适应 新的手势会让我想起 不久前MetaQuest上的更新 在手腕上 正在拆单和Meta按钮 不过从插座逻辑来看 Fision Pro这一套是更好用的 建议Meta赶快更新一下 放到Quest 3里面哦 在快捷控制中心的功能排版 也有改动 把右二的位置替换为Mac虚拟显示器 我觉得是因为苹果有调查过 Fision Pro机组的主要使用功能 而做出的改变来的 而且因为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 使用两块屏幕 所以Fision OS 2的头屏正在了曲面屏 和超宽环鸟曲面屏 可以看的电脑画面面积 瞬间正在了一倍 按果子哥的说法 就是相当于两台4K显示器 并排摆放 不过这敲板的功能 我还没法体验到 因为要今年晚一点才推送哦 到时候更新好 再好好试一试吧 但是Mac头屏有一个点 果子哥到现在还没有改好 这次音频 没法在Fision Pro的外放直接播出 只能通过蓝牙耳机播放电脑音频 但是Fision Pro里面的应用发出的声音 却还是在外放播放 这就非常难评了 赶快在Fision OS 2正式推出时收好吧 其实Fision Pro在娱乐方面 还是非常给力的 忽略掉要压苹果机 这个痛点 我其实经常用Fision Pro 看电影和沉浸式视频 还有看自己拍摄的空间照片 与空间视频 所以这次苹果对于影像方面 做了不少升级更新 第一个就是生成空间照片 可以把上车里的2D照片 利用AI功能生成为空间照片 效果我试了 是触服也要的好 其他第三方应用 其实都有出过类似的影像转换功能 这次苹果直接把功能 列集到上车里 按一个按钮 几秒就转换好了 非常的方便 Oh my god 哇 这个也太棒了吧 识别到人跟背景 然后自己分开 是我们在广州天河区搞的一个 线下VR体验活动 错过了朋友 你们就 真的好像我在现场一样 大部分的照片都可以顺利转换 立体效果烂满 非常值得一试了 我把一些转换好的空间照片样张 换了side by side格式的3D照片 还有原生的2D照片放出来 给你对比一下 可以到下方平均区里自行下载哦 转换成空间照片后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欣赏 还是不够的 所以Fishon OS 2的另一个更新 就是可以跟朋友Facetime时 用同波共享功能一起观看 只要打开空间自影像后 在晚上大家身处在同一个空间里 观看空间照片 空间视频 还有全景照片 自影像也静哨哨的 加了些新功能 例如可以自定义眼睛颜色 位置和大小比例 更符合不同人的脸型 可以自定义视频背景 不一定用苹果自带的画廊 可以选择自带的环境 渐变颜色 甚至自己的图片 跟朋友用卫星 或者其他应用视频聊天时 就能显示出来 录制好自影像后 可以回看自己的素材 这时候会发现 苹果又把脸部模型升级了 脸部更直然 不会太僵硬 而且用空间自影像时 跟对方机甲有声音反馈 和冠军动画 很像武侠小说里那个 这样 We want one We want one We want one 这些小细节看起来 好像微不足道 但实际自己用的时候 会觉得很震撼的 虚拟更真实的边界 越来越模糊了 Fiction OS 2 还有不小心功能 例如Safari浏览器 可以用Apple TV同款的 澄清大环境看视频 并加油管 耐飞等等的影片 在虚拟环境里放大放远 特别是在胡德山环境下 恰大平的2D视频 在湖面上漂浮 那是真的爽 不过目前只支持自己一个 在虚拟环境里看视频 把iPhone iPad 还有Mac的画面 透过AirPlay 投屏到Fiction Pro里 流畅度是挺好的 在跟人用Facetime视频会议时 展示一些东西也是不错的 不过跟其他支持AirPlay装置一样 不能投屏Netflix影片 到Fiction Pro上看 支持蓝牙鼠标和游戏手柄控制 不用强制用苹果的触控板 这样我这块键盘加触控板的K830 就不用吃灰啦 可以重新安排 随意放置主界面的App图标 部分系统自带的App也可以删除 把兼容iPhone和iPad 文件夹里的应用拿出来也行 例如我就把常用的微信 放在第一页 上掉不怎么用的邮箱 增加新场景波拉岛 改变自己所在的物理环境 看着随风摆动的叶子树 清澈无比的海量 铺向充满优化下力的沙滩 心情马上变好了 而且黄昏时虚拟大屏的光 会反射到沙滩上 打虚拟更真实的距离又拉近了 在里面待久了 还会有错觉 以为自己晒了很久的太阳 另外苹果还发布了 可以剪辑空间视频的 Final Cut Pro 更方便加入曾经式标题和动画效果 同时也关键了佳能 会在今年秋冬季 发布全新空间镜头 在环境光线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也可以拍摄出好看的空间影片 拍摄好后 使用EOS VR Utility应用 把照片转换回空间照片 或空间视频 这可以在Fision Pro上观看 这颗适配EOS R7的空间镜头 全名是RFS 7.8mm F4 STM 从苹果公布的照片 可以看到 是模仿了iPhone的机身背后 两个镜头之间的距离 使用58mm内镜 支持自动对焦 机身前有对焦控制环设计 侧面有调整开关 应该是跟VR镜头一样 用来调整对焦差异的 不过更详细的具体规格 目前没有透露 要等佳能或者苹果再公布哦 其实佳能也同期发布了 另一支可拍摄1803DVR的镜头 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讲一下的 说起1803DVR视频 其实这是苹果主推的沉浸式视频 这是有8K分辨率 180度视角的3DVR视频 并且支持空间音频 目前可以看的沉浸式视频都很小 时长也比较短 但是几乎每一条苹果拍摄 制作的高规格视频都非常出彩 无论是拍摄大自然的动物 还是在足球场 篮球场 看体育比赛 都让我有栩栩如生的体验 像自己出了现场一样 有Fission Pro的朋友 强烈推荐你看 2023MLS Cup Highlights 还有最新的Experience Immersive 拍摄了美国足球大联盟杯 和集合了很多未来会推出的 沉浸式视频精华片段 很可惜 机身录屏是录不到任何的片段 用相机对着屏幕拍摄 还原不到那种震撼感 必须自己亲自体验 才可以感受到篮球 像你扑面而来的感受 这次WWDC发布会 还公布了更多沉浸式视频内容 例如跟Red Bull合作的极限运动系列 跟大明星The Weeknd 彭在哥合作打造的曾经新体验 我猜有可能是新传级的MV 还有奥斯卡奖得主 四线无战士导演 Edward Berger的首部沉浸式视频剧情短片 Submerge等等 不过只是等国子哥自己发布视频 实在有点慢了 所以同场也公布了跟Black Magic Design合作 推出一套全新的沉浸式视频制作流程 包括可以拍摄8K90帧的180度3D VR射商机 Black Magic ULCA 心理 Immersive 剪辑工具 DaVinci Resolve Studio 到视频压制转码工具 Compressor 满足专业影像创作者的需求 至于苹果发布会里 占一般蝙蝠的AI Fision Pro目前还不可以用下 没有系统级别的苹果智能 iPadOS MacOS都跟AI有关系的时候 你FisionOS你都是用同一样的芯片 仅仅是不包含在内的话 那个芯会有点不舒服 你看那个Siri的样子都不同的 我猜可能是重新设计一套 适用于Fision Pro的新Siri 还要点时间 而且用户量比较低 苹果也不急 要用AI的话 目前只能下载iPad版本的CHGPT 反正目前Fision Pro能用上系统级别的AI功能 就是2D胶片转空间胶片 其他的文本校对 文圣图 Gen Emoji等等都没有消息 那这个一定会有 这个茄子 然后加两滴水滴 你懂的 不过对于大部分Fision Pro 现在或未来的技术来讲 这是Fision Pro最重要的更新 就是增加对不同语言的支持 像我就可以同时用中文简体 繁体和英语啦 几乎所有的文字都翻译好成为中文 而且也新增了对应的输入法 Siri也会用你选择的语言回答你 目前我觉得用Fision Pro的虚拟键盘只能应急用一下 最流畅快速的文字输入 还是要用语音或者外接实体键盘 写文档时用语音确实比存档字快很多哦 而且终于没有人吐槽我的普通话了 因为Siri是能听得懂 这次视频的部分文档 我就是用Fision Pro上的Microsoft Word完成的 麻烦Meta也把这功能抄进Quest 3里 已经很久没有中文输入法啦 正在了中文这个改编 明显是为即将推出的国航版Fision Pro做好准备 这次WWDC挂赛了 在6月14日上午9点进行预购 6月28日正式发售 国内售价2999人民币起 香港售价27999港币起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入国航首发呢 根据VRPlay社区特派专员老潘 在美国WWDC现场的第一手消息 一些国内互联网大厂已经做好准备 在国航发售当天就能下载App和更新 包括腾讯视频 钉钉 抖音VR直播 必顾视频等等 打回头帽 已经上载的淘宝更会进行大更新 可以直接在Fision Pro上进行多商品对比 展开成3D模型 以1比1大小还原实物 让消费者可以在下单前 先提前感受一下 商品的质感 想好后直接在Fision Pro下单交易都可以 非常期待哦 不过国航版Fision Pro有些地方需要留意一下的 虽然可以享有国内的保修 以及面胶可以因为不合适而去苹果专门店更换 但是因为法规的关系 国内的Facetime是不允许三人或以上的视频聊天 这意味着可能国航版Fision Pro是不支持多人空间自营上了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主要是他们没有用过 对于已经用过空间自营上的人来说 这个功能的缺失多多少少会有点小失望的 因为这是非常能体现出 Fision Pro可以让人身处异地 却可以一起身处同一空间的功能 这样打麻将的话就会失缺二 也不能多人一起看电影 一定会影响到部分使用体验的 不过现在纠结还有点早 等我到时候下手国航Fision Pro后 再跟大家详细聊一聊使用感受和区别吧 你觉得这是FisionOS2的更新怎么样呢? 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朋友会打算入一台Fision Pro 或者到苹果专门店预约上手玩吗? 对于国航版Fision Pro还有些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告诉我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 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用忘记点赞和分享 支持一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介绍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超玩VR一个集 愉快体验和硬核造成的XRM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